我想說每個藝人是有不同的技術 有些人是寫歌 有些人是唱歌 我也想說唱歌厲害不代表唱歌好聽 有些人是唱歌厲害 有些人是不厲害但是很好聽 那究竟我們應該要唱歌厲害還是唱歌好聽呢? 這個永遠都在爭論的問題 唱歌厲害但是不好聽 就是不好聽但是厲害 technically厲害 但是打動不了你 還是你會找一個走走地音 不過好聽啊有感覺啊 It's hard right?It's hard Anyway 每一個人是不同的技術 有些可能買跳舞 有些買一個performance Everyone's different Don't be so mean Though 就是我們要給善意的criticism 但是 Just because 別人肯聽你的criticism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be rude 你說我好善意啊 不過老實說你唱歌真的很難聽 Maybe your point is right But maybe you're rude as fuck 那 maybe if you're nice then they will listen 就是不好意思其實我覺得呢 你這樣這樣可能可以好些哦 就是你可以說喂你收聲 你也都不好意思你介不介靜一靜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得到 或者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批評很簡單 因為其實在批評的時候呢 心理上呢 例如我們也都在講心理學 如果有看榮革呢 他們都會說 當我們批評公眾人物或者事件的時候 嘩這個人真是碰碰碰碰 嘩 騙了人錢 嘩這個人打人 其實 心 即 口是這麼說 但是心裡面呢 其實 subconsciously 自己是想跟自己說 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嘩這個人是這麼做的 通常呢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它會令你感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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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都 善意的批評 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確 非常之好 但是也都有一些人呢 會用善意的批評的一個 term 去掩飾他的那種攻擊 而這件事情 他就說 我是善意批評的 你不接受而已 你怎樣怎樣怎樣 也都是有這些人 所以如果你真心想人家改 或者變好的話呢 亦都可以用一個 比較讓人家接受到的方式 你說 嘩這個idol 你什麼可以唱得更好 搞了唱得這麼難聽 怎樣怎樣 如果你真心想人家進步 你真心想他好 你不會這樣說話 就好像一個小朋友 你不會 嘩都不懂得走 怎麼搞錯 你真心想他走 真的想幫他 guide the person in a nice way 所以不要用那種字 不要覺得你 哦我是聽眾啊 我什麼都judge 我講話 我為什麼不judge 是的 情理上是 的 but when you talk like that no one wants to listen 如果你是善意地說得好的 也那個point是make sense的 我相信任何人都會想聽你們說話 我相信任何人都會想聽你們說話